今天這一集是回答小老弟的問題 有小老弟在問說 Uterbox它有出一個Grip的 就是背板有一個可以紙套的推出來 然後平時收納就是可以這樣子 又疊進去的這個保護殼 那這個保護殼在國外的開箱 其實評價都蠻不錯的 它的優點就是說它的這個背板 設計都是摸起來很舒服以外 就是說它這個型號應該是所有的 它們Uterbox磁力最強的 磁吸超級強的啦 可能就是有兩倍的吸力 然後它Pro的系列呢 它也是有三顆按鍵 然後來說這個殼到底推不推薦買 好那我來講說首先這個殼 它的價格是不一樣的 不同的顏色就不一樣 它大概價格是落在1600 如果像這個Momo有比較便宜 大概1600多 不過你要看型號有沒有 然後各種顏色不一樣 那普通的可能就要2280 所以它的價格是比較高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一個殼我可能不會去入手 我會跟你說原因 就是你要看說你到底自己 有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比如說它這一個可以伸縮的這個紙套 它其實是可以360度的去旋轉 不過國外的就是說它旋轉 有時候你收納的時候 你去碰觸的時候它會有聲響 就說你們有的人如果你的手機 你沒有辦法接受說 有的人是說它那個按鍵 如果你說按鍵會那種 卡卡卡的聲音 那國外的評測都會發現說 它這個後面這一塊 它並不是收下去的時候 不是很緊密 我收到那種小老弟的時訊都是說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這種聲響的話 或者有時候我們對於這種卡卡卡的聲音 就沒有辦法接受 那你這個你就不能買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這個伸縮的這個 它其實是沒有站立的功能 所以你這個拉出來它沒有站立的功能 它只是增加你的握感 那像我們一般的手機 我們根本不需要增加背面的這個支撐 因為你在握的話我已經很好握了 我不需要再增加這個 然後我是覺得這個的設計比較麻煩 就是說我還要把它拉出來 我自己的話 我是不會用這個抓握的地方 即使它有360度的旋轉 我不會為了一個這個要讓手指套過去 希望手機上有一個這個 還有我還要拉出來 我覺得很麻煩 第二個它也沒有站立的功能 我覺得這個比較 我比較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我覺得這個我們一般比較多的需求是 手機的支架 不過像我們的充電器 或外面賣很多那個什麼紙環的 那個都已經有支架的功能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比較沒有那麼的實用了 那也許會增加重量 如果你很喜歡 因為我是看它的評測 國外的這些評測 都是說它的磁吸非常強 那以如果你現在對於磁吸很喜歡的 又很喜歡的Otherbox這個品牌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考慮的地方 是它的磁吸很強 還有它整體的這個 它這個背板就不會刮手了 這個就像那個Symmetry一樣 它這個銜接就比較好了 它不會像Lumen一樣刮手 所以如果你是Otherbox的粉絲 我是覺得然後你喜歡磁吸很強的 這個是可以入手 那至於它後面這個手指頭 要不要套過去的 我就不是那麼的推薦了 還有就是說它可能會有一些聲響 或會動來動去會卡卡卡的聲音 我如果買我會買黃色的 可是它黃色的就兩千多 所以我覺得價格是比較高的 還有我買一個為了來穿這個手指也不可能 而且這樣也會比較重 等於是說我買這個可來 即使我真的有買 我沒有在用後面這個功能 那我多這個功能也沒用 而且我對於說如果它會很吵 有聲音的 像我們就會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建議是可以買Symmetry Symmetry應該是會比較實用 可是Symmetry也是價格偏高 那Lumen的話又會刮手 所以Uterbox這一次我就比較 沒有什麼在入手 所以就跟各位去分享 不過你如果是喜歡的 你就可以試看看 那你在留言跟我們分享你的經驗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了 希望對人會有幫助